內電報道多間國際金融機構因應港區國安法生效 審查客戶是否與本港民主運動有聯繫 避免陷入監管風險 金管局就說會適時向銀行發出指引 協助應對美國制裁 王啟進報道 港區國安法生效大半個月 為免成為被打擊的目標 路透引述多名消息人士透露 匯豐、瑞銀、瑞信和保證在內等 多間跨國銀行在香港的財富管理部門 正審查和了解客戶是否與本港的民主運動有聯繫 會檢視客戶在公開場合以及社交媒體等發表的言論 一旦被認定為具政治風險 有機會限制甚至完全停止向他們提供銀行服務 審查的對象都包括可能租美國制裁的香港和內地官員 其中一名銀行家說 審查最早會追溯到2014年 亦即是佔中事件發生的一年 四間銀行都未有評論 匯豐只是回覆說 已制定適用於全球界嚴格政策 據報財政司司長、金管局和銀行界 在近期召開的定期會議 亦討論過金融機構面臨被美國制裁的風險 金管局說如果美方有具體制裁內容 將會適時發出指引 協助銀行制定應變方案 證監會就說未察覺港區國安法在任何層面上 會影響或改變現在監管機制下 上市公司傳取、發放和傳達商業資訊的方式 當局規管市場的規則和做法也會維持不變 有先電視記者黃啓俊報導